大嘴现在来到的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城市 你看我前面就是茫茫的渭河 这里就是秦都咸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也能培育一方的美食 咸阳有说不尽的历史 吃不完的美食 今儿个大嘴带大家探访咸阳美食 Let's go 现在是早上八点四十分 大嘴现在是在秦都咸阳 来了咸阳 如果要吃早餐的话 吃什么呢 咸阳的朋友肯定又回答 我那就是蒸肉 对吧 今天大嘴找了一家 在当地特别厉害的蒸肉馆子 跟大嘴去探探他们家 看他们家蒸肉到底怎么样 Let's go 你看吃了蒸肉还带俩保镖 你看这块头 这个保镖子 你看眼睛多大 能没大眼 月筋整肉 年老天月筋老天整肉 看这这就是蒸肉 看这打印 那个来一样 小子肉 你看这肉 太棒了 粪整肉 这个是啥呀 酵素 酵素肉 粪整肉 小子肉 还有啥呢 排骨 排骨完了 哎呀客气了 莫给咱来上 来上四个 四个人 够了 这都是免费的 压着辣子妹 这给咱夹点 太棒了 这就是景店的咸阳造餐 哎 景店的咸阳造餐 来客气们 咱夹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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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条子肉 透明的 在南方班叫三层肉 肥瘦肥 那总该是这条子肉 辣子一来 你看这 哎 你想吃吗 我觉得我这粉蒸肉 得再加一点 这粉蒸肉 粉蒸肉再加点 而酵素肉再加一点 上面挂一点咸菜配合 耶 成油脂的 油脂 来点韩菜 你看咱这 咱这咱呀 咱咱你看咱这磨都是这 都是这磨的 你看 农夫来了 这就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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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伯伯一样 太棒了 咱们 小子肉大技好 嗯 这韩菜是点睛之比啊 饿伤老板 小两勺辣的 辣的没听 嗯 嗯 小子肉也不错 小子肉大技 吃这个磨就 他这个 他说很丰富 他这个味道 啊 他这个磨 你裁点 啥 吃着糖不乱流 这个汤就吸到磨里边 来 糖糖才能沾 你看 这就河野病 接下来 吸汤 哦 太好 慢足 一般河野病 早上应该就是 一个中国 刚俩会也病 一杯 보는茶 一个小菜 成�nea 早餐吃完之后 中午就咱们 变面 变面 咸羊就是面 对不 雄雄面 那个胶子 最后不是就说吗 坐个车身去前 去前上干啥呢 吃面吗 呵呵 你看啊 照项我看后边 那人 扛着电弗 就来 来 来吃早餐的 都是 我都是 和仙阳人的生活 就扛着电弗 哎 这可来个面 哎呀 真舍天虎真 呦 这面面 三口再吃不完咋办 吃不完不要钱 妈不要钱 哎 不真揍 不真揍呢 咋猪你我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三口想 这一吃完个劲 一塌咋都不用吃 爷爷哈 扣点 还能量扣 我吃扣 我吃扣 摩托锅 再腰 你自己拿再腰给他 动锅区吗 往哪里是不是 其实这个早餐很简单啊 没有 太多可以让你去说的东西 来吃的话就是说 可能你这一顿吃下来食物便宜 内能只能搞定 这就是咸阳那一个早餐 简简单单 很实 也很实在 好 我们去 下一家店 哎 走